3 2 1 請祈禱 學原住民運動 成為藝的難手成果展開展 由9位屏東縣原住民藝術家及工藝師 帶領學員們共同呈現學習成果 包括編織 桃壺 柳麗珠 皮雕 刺繡 纏繞 花圈 編織及藤編等作品相當精彩 我們這6年來 不管在文化會館 把原來的空間 不管是烹飪的 餐飲的 美食的 或是工藝的 編織的 很多很多讓更是在部落裡面的很多的大師們 他們可以一展長才 把他們在部落裡面的相關的一些 工藝 美食 音樂等等或是編織內 透過這個平台 教導更多的學員 讓他們可以在上班之宜 工作之宜 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進而來發揚這樣的文化 讓大家都可以學習 屏東縣長潘萌安在開展儀式上 頒發感謝狀給授課老師們 感謝大家對推廣原民文化的付出 而縣府推動學原住民運動邁入第6年 成為意義的能守課程 受到各族取民眾的歡迎 有超過半數學員是非原住民 拉近各族取民眾 與原住民公益文化的距離 我在柳西蘭生活嘛 然後其實我不知道台灣有人住民 因為很小的時候就離開台灣了 然後兩年前當我來台灣 來找我的朋友的時候 我才發現台灣人住民的文化 是多麼的豐富還有那麼的美麗 然後我就想要多認識這個這一塊 然後尤其我喜歡用手做事情 手工藝 所以一發現有這個學人住民運動的課程之後 我馬上報名參加 我上了就是縣的美學之外 還有花環還有那個就是 那個線條的運用的部分 然後編織的部分就是 也是有做少許的那個 藤心的編織的部分 那也都是把就是各族群的文化 可以融在我們的就是 平常的生活當中這樣做運用 為了這次的展出 藤兵老師帶領學院們 以複合媒材 一同創作富裕世界藝術作品 象徵在這個世代交錯的當下 學習傳統 期待破殼而出 成為美麗藝能的人 陳古展於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展至4月30日 縣府邀請民眾前來欣賞 學員們美麗豐富的文化學習成果 屏東新聞 張如意 楊振毅採訪報導